小月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诶 张哥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我早上去你家找你 看你没在家 阿姨说你在这下面干活 我就找过来了 好 我前两天看到这里 在找理事工 所以我就下来了 这里给发工资的 怎么了 你最近没钱放了吗 不是 我想着闲着也是闲着嘛 还不如下来找点活干 把钱放在那里 你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呀 嗯 真是个傻姑娘 你背后藏的什么呀 这个 早上干活有点饿了 我想吃一口 吃 你不能吃方便面 方便这么干又没有营养 没气的 张哥 好了赶紧放那不要干了 张哥带你去吃好吃的 我马上就干完了 就只有一点点了 就这一个了 嗯 那那那那里面乡全是你搬的 是啊 这么重的活 是 看到我都心疼死了 是的 张哥 以后不要干这么重的活了 知不知道 现在也不跟你说过了吗 你要好好学习 以后我带你好好订钱 知道不 想买什么东西 以后要是没钱花了 你给我说就好了 不准再干这么重的活 没事的 张哥 好了 我把这个箱子拎进去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小月 你想吃点什么呀 嗯 都行 随便 没有随便 是一个你最想吃的 我带你去 那 吃炸鸡 可以啊 那你把这个方便面给我 还把方便面拿手上 给我 张哥 嗯 你知道我这两天赚了多少钱吗 赚多少钱吗 赚了多少钱 赚了好几百呢 好几百我也高兴不起来 干那么重的活 我都心疼死了 哎呀 没事张哥 嗯 你待会有时间吗 有啊 咋了 陪我去买衣服呗 我早的时候带你买衣服 可以啊 不是给我买 那给谁买 买男装 给叔叔啊 不是 那给谁 哎呀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嘛 走吧 张哥 给谁们 来 现在先不告诉你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走吧 行 都坏了吧 赶紧吃 张哥 嗯 你这点的也太多了吧 怎么吃得完呀 没事 吃得完 你先吃 如果吃不完剩下的 我把它解决掉 坚决不浪费你而生 我现在都已经重点胖了呀 谁说的 胖胖的可爱呀 行啊 我没发现你居然和我姐一样 挺喜欢吃这个炸鸡 说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个 以前从电视上面看的 就觉得特别好吃 但是我没买过 嗯 没事的小鹿 现在你和我在一起 我要带你看遍这世间美景 尝遍这世间的美食 好 不要多想了 赶紧吃 吃完了咱不还要去买衣服吗 嗯 开中吧 好 小鹿 小鹿 那咋挑啊 我也不知道她的身型 嗯 她的高崴胖瘦跟你是一样的 你就按着你的标准挑吧 按着我的标准挑 嗯 那行那你也看看 我也敢挑一挑 好 好 小鹿 你看这套可以吗 小鹿 嗯 要不你帮我试一试吧 那行 好 小月 你看一下好不好 挺好看的呀张哥 那也不就拿这件 我开心 行 你要不要脱下来 我去给店呗 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买就好了 这一套必须我来买 好吧 这边是给谁买的呀 辛苦你啊张哥 今天陪我逛了那么久 辛苦啥呀 哎对了 差点忘了 你买的衣服还放在我车上呢 我去给你拿 不用拿张哥 咋了 那就是给你买的 啥 给我买的 是啊 你挣两天这么辛苦的搬箱子赚钱 就是为了给我买衣服 不辛苦张哥 你上次给我们买了那么多东西 我爸妈都买了 唯独没给你自己买 我不是想要上次 你活生日也没给你买东西嘛 所以说今天刚好你也有时间 就骗你下期跟我一起 挑了一身衣服 真是个傻鱼儿 你看你笑笑的壁房 搬那么大一个的纸箱 张哥看在这心头 下次不允许了 下不为你啊 不 你关心我 我也关心你 这不就是你爱该有的样子吗 真是个傻鱼儿 嗯 我就喜欢你